经过几乎一个赛季的升级,76人的壮富尔茨,并没有像安彼得和西蒙斯那样,在新赛季迎来爆发,而是在进攻端完全迷失自己,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回大学时期的状态和能力。 而在上周他因为奸伤休战,因为富尔茨坚信是伤病影响到了他的发挥,但最终医生的出来的结论,和求你想的一模一样。 据美国记者报道,作为这次帮助富尔茨治疗的几个医生,他们在检查中发现,富尔茨确实有奸伤,但并不严重,不足以影响他的投篮能力和动作。 而医生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,富尔茨投篮怪异,是精神层面上的问题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病,有了解过富尔茨的球迷,都知道他在打球的时候,眼中是放出来的不是对胜利的渴望,而是迷茫,不知所措。 所有球迷就怀疑过富尔茨是有心理疾病,果不其然,这次连医生都这么说,证明富尔茨的问题非常严重,因为心理疾病很容易毁掉一个人,而此前有传富尔茨是因为得疗异普症,才导致本赛季对投篮失去信心。 但根据几个医生的检查,并没有发现富尔茨有这方面的症状,这就进一步说明,富尔茨的问题来源于心病,这其中76人的管理层和主教练有很大的责任,他们在上赛季给他的伤害太大,也许就是那时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 现在来看富尔茨要和乐福,德罗达那样,正是自己的心理疾病,你觉得富尔茨还有希望吗?